世界上有些钱可以掐 而有些钱我掐得不开心 今天是8月27号 学生当门也差不多是暑假放完的日子 而我躲在空调房里 也没这么感受到夏儿了的滋味是如何 关于我所从事的解说项视频 其实讲白了一直都不是个滋味 为什么 因为解说项的视频一直都关乎版学问题 这种东西虽说近年来国内有所改善 但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变 前些年国家出台广电总局发文禁止 改编经典文艺作品的相关政策 大家所熟知的小旋风 打王叫我来寻山 这些鬼畜作品都不怎么能看到 还好所谓的经典文艺作品类 并没有涵盖到亮剑和三国演绎 那么什么又是经典文艺作品呢 怎么样又算是恶搞文艺作品呢 以上这些都不是本期视频的探讨范围 我想说的是 适当的恶搞是能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这两年代久远的作品 我一同学光是亮剑就看了不下十遍 更别提老新的三国演绎 但什么又是适当呢 这么主观性的看法 谁又能定义这个适当呢 没办法 只能一刀切了 话又说回来 有些东西这网络示意的传播 是有助于作品的传播度 盗版的示意传播和入手的正版率 这里面还真的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有坊间传闻到 著名的软件上有多笔 关于那些非常显眼的破解漏洞 其实完全可以做修改杜绝死盗版 可Adobe并没有这么做 反倒是每个版本的Adobe破解方式 都是极其的简单 当你还是一个学生时 你利用这种方式自学 随便玩玩无声大雅 而当你用Adobe完成一些商业化的项目时 你还会用盗版吗 温暖的Windows系统 我国演化里要乱的字体 也是同理 但我做这些三怪谈系列 除了第一期有资源外 后世话 我还真的就是拿扫描机 一页一页少的 所以说我这种瞎烂钱 瞎得有意思吗 或许是我身上的温暖傲骨妻子 在作祟宝 人嘛 有点资历 有点底线 有点原则 才会有点人格魅力的 有关于收益图打了点马赛克 是因为B上有规定是说 对创作纪律计划 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给第三方 鉴于该条规定 我就打了点马赛克 倒是明目张胆的 装了点控制吧 狗屁 为什么别的UP主 都明目张胆的放出来 而你还要打马赛克 小老弟啊 那时他们没有认真 看吉利计划 我还是很珍惜我的账号的 16.4万的播放量 600多一点点 80%500都抽不起 索性在赔上自己 五瓶快乐水 抽整数500 奖品发放的话 我会在最新动态里 详细说明的 所以嘛 通过上述算法 你差不多可以知道 我一个月的收益有多少吧 在这里也感谢你们对我的爱 那么哒 正如我前温所说 世界上有些钱可以瞎 而有些钱我瞎得不开心